各位朋友大家好 今天我想去講香港的股票市場 香港的股票市場最近波幅非常厲害 第一季度從一月份的最高位25000點 跌到前幾兩天前的18000點 上個月之內的波幅已經有7000點 接近應該是可以滿足一年的波幅 因為有7000點的波幅有30%左右 我怎麼去判斷這個市場 因為最近我比較忙 所以沒有時間去看這個股票市場 就是第一點第二點就是 因為我覺得它還沒到達一個 我們叫上興的軌道 所以我沒有去買股票 也對我來講 我相對來講就比較一點幸運 沒有經歷解一趟的那麼大的沙調的幅度 第二 我喜歡就是去看一個市場 是不是見底的話 第一它不會出現一個我們叫見底 就是只有一根腳 它通常會出現兩條腿 那麼所以還有機會慢慢去等你去買股票 你要調整你的心態 就是說不要很擠的衝進去 怎麼說有些中國的官員去講 怎麼怎麼 但是市場是另外一回事 因為市場是博弈的 你跟人家去賭的時候 我覺得現在是面臨一個就是 重新股算股票價格的一個 重大的一個時間 那麼我再等等圖表告訴我 真的是伊朗高於伊朗的時候才去買 過了幾個突破點去買還有時間 因為你看的就是比較一個長遠的趨勢 還有就是哪個時候就比較穩 所以我覺得你一萬八千多點能埋進 是一個幸運或者是你的一個膽 好像早之前兩萬五千點 跌下來的兩萬三千點去買 一樣哪個底去破也是一樣 但是事後才知道兩萬三千點也不是底 你會發現很多股票已經跌破了之前很多 我們以為是貼底的那個底線 下條因為那個是股值是不一樣 因為現在的玩法中國美國 美國要重新去計算它的股值 所以要它去申報這個會計聯報 是影響整個股值整個氛圍的 所以這個是一個不簡單的事情 所以我勸大家去玩這個股票遊戲的時候 真的要給一點內心代價 今天講到這裡了 有什麼可以留言的 再見 拜拜